你要再多了解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 我的部落格连结 有一个细节 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我甚至有把相关的画面 相关的说明放在这里 甚至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相关的影片 你如果想要知道细节的部分 可以稍微在这边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画面这边也有 甚至这个超连结 其实也可以直接下载 就这两个 可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电脑里面 没有这个问题 直接打开那个Equivus 应该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可是也许有些同学的电脑 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打开之后 会看到这个画面 不一定会看到 但如果将来 假设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3的这个画面 它出现这一段叙述的话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它找不到什么东西 找不到Java Java的环境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电脑里面 没有装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帮你启动Equivus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就去安装Java就好了 那哪里有Java 其实你可以打那个什么 关键字打那个JRE也可以 比如说你开一下Google 打那个JRE 这个关键字 或者JDK也可以 它会出现这个 Java Long Time Environment 就是要执行Java一定要装这个 那你想说为什么会需要装这个 因为Equivus是用Java写的嘛 OK 因为它用那个写 那你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办法执行 基本上大部分电脑都有啦 可是小部分电脑 像有些同学的电脑 蛮干净的 以前没有装过有的没的 就不会有Java 跟归说一下 以后如果你遇到这问题 你就把这个免费下载 装起来 那那个问题就会消失了 要不然如果你不去下载那个的话 其实在我的哪里呢 云端上面 安装环境这边也有一个 叫做JDK的东西 就是这个 JDK有没有 你把它下载吧 装起来也OK了 所以如果假如你不去下载那个JRE 你从我的懒人包旁边 也会有这个东西 叫JDK 12.0.2 这是它版本 你可以把这个下载 然后安装起来 那个问题也可以 就被解决了 那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就必须怎么样 再把那个Eclipse 跟Python串接在一起 那怎么串接啊 跟各位讲一下 一 打开Eclipse 然后并且 我们就 设定了一个Workspace 二的话请你到Windows 里面的话 请你找到最下面的这个选项 叫做什么 Preferness 这个就是 就是相关设定吧 相关设定 那请你找到什么 因为呢 这个Eclipse里面 要能够写Python的话 主要是靠这个东西叫Pydeaf 所以你可能要找到Pydeaf Pydeaf里面有一个叫做Interpreters Interpreters里面又有一层叫做Python的Interpreters 这也蛮多的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主要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Python的那个 韩式库就那个资料夹放哪里 其实你就找 在这边你就找到什么呢 找到跟他讲的那个路径 路径的话就是 你就Browse 这边有个Browse就是去浏览 浏览 找一下 那浏览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那个Ex 你的Python放哪里啊 那你就给浏览一下 再Browse一下 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Python是放在C点 因为我刚好解压说一个叫Python的374打开 特别主要 主要就是找哪一个 找这个叫Python.ese的东西 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Python.ese在这里 你以后如果要执行程式的话 就直接到这边找就OK了 大概这样子 然后把它点一下 开启 OK 按一个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帮你到那个资料夹里面找 除了找到Exc之外 他还找到一些什么韩式库 像什么DL DL 动态 连结韩式库 OK 然后什么LIP 其实也是韩式库 然后还有网路上的一些相关的套件 然后按OK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动作做完 就表示说呢 我的编辑器 跟我的Python 就结合而为一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这个环境呢 就才可以拿来写Python的程式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可能设定比较多一点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跟那个VBA比的话 那VBA太简单了 打开就有了 但是Python很抱歉 因为它毕竟是自由软体 很多地方可能要特别 那最后再apply and close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哦 就结合好了 所以回到家啦 反正跟各位讲 一你就下载那两个懒人包 到D叠 建议解压说 开启那个 这个EclipsePython 然后呢 记得就把 这边设定Preferences里面 找到 1 2 3 然后Prowse一下 Prowse是什么呢 Prowse就是 374 这个ES1 然后呢 OK之后的话呢 就把这些相关东西设定好 就完成了 那我怎么知道 能不能写Python的程式呢 待会呢 我跟各位讲 如何利用这个环境 撰写Python的程式 OK 我们现在只有 把那个环境先设定好而已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相关的叙述说明 细节部分呢 你们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我刚刚的那个画面 我会把它截图 刚刚设定的部分 是在第五页 应该是第五页这边 往下卷动 其实有了 所以如果刚刚那个 假如你怕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参照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说明 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来利用这个环境 建立专案 然后开始写程式 也许我们今天也许 先简单练习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Python 它的程式要如何建立 然后写一点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如何产生变数 然后呢 针对这个变数呢 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那最后呢 把结果给输出来 OK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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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